今集有三個章節 第一章是平叔自己介紹自己的 然後是臨場上馬之道 以及看神操的竅門 黃登平這個名字給予馬迷印象非常耀眼奪目 他自己謙稱在練馬詩當中 簡炳池、高東尼、愛倫以至蔡若翰 都是馬迷心目中的名牌大人物 至於他自己形容是一個普通人 只不過擔任練馬詩這份工作而以 不過相信不消馬迷心目中他的成就絕不平凡 完完全全是馬圈中的實力派人物 自五三年起便擔任馬夫後 轉為拆騎員及庫鏈 到81年正式開倉 至今馬圈打滾了接近五十年 但計練馬辛勒也有二十一年 總共勝出了五百場頭馬 他所訓練的同德被公認為馬王中的馬王 還有一集 平哥的回顧 還有一集 他有十匹自己覺得 從年以來是最難忘的十匹馬 我那裡要再整理一些資料 我希望找到一些 他們競賽的影片 以及 的往績 有一些馬會是還看到的 擁有這樣的資歷及成就 令每一位資深馬迷都遵將樂道 平叔榮憂從他勝出不甘列馬後 馬迷熱烈反應所見 他在馬迷心目中的份量絕對跟兩十足 無論是當時 到現在的江湖地位仍然是很高 大家對他很尊重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唸馬 是一個做人的 有些人心術不正的話 做什麼都沒用 以前的溝通沒那麼發達 還可以說騙騙騙 仇命還可以很長 你做一個不誠實的人 現在就沒有這支歌 我們以前看董彪 看他講馬 其實聽很多賽馬知識 活學活用 馬迷要在賽馬博彩中找到樂趣 首先要對馬匹有更深認識 賽馬博彩最大的樂趣就是 憑自己的本事選中頭馬 希望透過本書能幫助馬迷進一步認識賽馬 並在馬場中得勝成為真正的贏家 第一句就是一句金句 只有身心愉快的馬才會贏 所以臨場選馬最重要的便是如何 找出有贏馬狀態的馬作為頭主對象 怎樣是身心愉快 馬是不懂說話 但我門迎可客觀地觀察他們 去找出擁有這種條件的馬 大家應該抱平常心去欣賞賽馬 只要對馬匹有興趣慢慢觀察 見微知著必有所得 即使對馬匹不認識者 亦可以把它當成藝術品去欣賞 有很多推銷人賭 包裝了很多美觀的詞語 去賭是怎樣 過去所見只有賭球和賭場賭一賠一的博彩 才會是大比例是跳樓 很少很少聽人說賭馬會賭跳樓 因為始終你不是一賠一 你不需要賭很大的駐馬 少也有一道,大也有一道 當然那些什麼規空公款 那些就不包括在內 那些是獨立事件 首要觀感是健康 健康的馬 看下去覺得舒服活潑 沒有瘦骨 身形不能太過瘦削 毛色光鮮 眼光有神 沙圈 沙圈步行要精神 當騎士未上馬馬匹 再行圈時 最重要是昂首闊步 如果自動搶走 其狀態可以順來 相反馬匹走來懶洋洋 要馬庫拉著走 經常後面馬匹跟著貼 很明顯馬匹的狀態及競逐 興趣有疑問 若馬匹走兩步便停一停 看上去戰戰兢兢便反應他不開心 這些馬匹便不宜投注 馬匹走圈時 聚理想時 見到神態淡定 最好在馬前頸不出汗 屯步又圓又美 毛色要光鮮 毛色我覺得挺重要 反應他健不健康 羅庫泉都說 他幸好現在才拿到牌 如果他早五年拿 他未必有現在成 對上五年跟了蔡若翰 在他那裡學了很多東西 其中一種就是撈尿 即使不用太陽照射 都會眼前一亮 即馬發光 所謂有珠內形不珠外 假如馬匹模式暗淡 即代表馬匹不健康 可能有暗病 如胃立有問題等等 不過馬匹在看模式時間 終會被陽光所誤導 如果真的想執行這件事 最好早一場就落定三圈 霸著頭位看 至於馬迷最簡單 就是看馬匹的比喇 有沒有白看 即是反應者不馬後腳欠力 未夠狀態及心理協償等問題 這兩馬當然碰不過了 當然也有些是流汗都會贏 所以什麼都會有例外 但再拘捕大數定律 始終都是不著數的 此外馬匹臨場 如有大小便亦非好現場 這個就是小低三圈 有不出奇 絕對有 火器燥火要分清 有火器還是燥底 馬匹走時常見起琴起跳 如馬匹有狀態有火器 會走幾步跳一跳 呈現混身是勁的感覺 這是我暗火的表現是好事 假若馬匹一尾急一尾跳 令馬夫難以控制 剛才說要兩匹馬拉住 那並非暗火而是燥火 這些馬便不值得捧場 一個脾氣很難操控 身形體重見狀態要贏馬 當然要有好狀態 馬匹的身形及體重非常重要 一般來說馬迷可以在馬不公佈 體重數字看出端例 如體重與上次上名時相比有太大差別 並非好事 不過質身馬未屬的兩三歲馬 經過暑期或一段長時間沒有出賽 其體重罩真狠有機會是馬不成長 至於一些勤聘的馬魚 越跑越瘦 體重越來越輕 便反應該馬很大程度而有疲態及為立不佳 即使近跡好也不宜追捧 一旦成熱門便要被知則吉 相反勤聘馬越跑越重則無須解懷 馬迷可在沙圈自行觀察 要感覺馬身輕巧 如馬匹腰攬過大馬身笨重便要忍受 戴眼罩及綁蝕等配件都有幫助馬匹集中精神 不過如果一匹馬經常戴眼罩 有好演出一脫眼罩便要小心 以我的經驗來看通常輸了九成 但若馬匹腰戴眼罩一段時間 然後重大對馬匹現卻有新鮮感 亦有一些久無表現的馬 隨時有意想不到的演出 事實上戴眼罩不單有助集中精神 亦可幫助馬匹加快前觸 對一些先戴眼罩的中長途馬 突然戴眼罩各族較短途 即顯示幕後有心一事 而這類馬分分鐘悅情偷襲成功 這些是他們才知道 某些戴眼罩出賽的短途馬 倘若突然脫眼罩跑長途亦有機會偷襲 因為對慣性戴眼罩的馬而言 脫眼罩有助馬匹減少搶後可望在較長路程偷 至於綁蜜也對馬匹集中精神有幫助 尤其是經常玩蜜的馬 董標常說一隻馬正正常常就不需要帶這麼多配件 香港雖然只有兩個馬 長不過快活谷及沙田馬場有很大分別 臨場選馬要注意 在沙田看馬要選擇一些神態文靜及較少出汗的馬 因為沙田直路較長 無論長短途如馬匹臨場太急有燥火 在陣上難以留住 要一口氣放到尾難度甚高 相反快活谷大家不妨選擇一些有火氣 甚至臨場見急燥的馬 因為快活谷直路短彎多 前領馬有好處 此外大家可以從賽職看到某些馬匹擅長谷草 某些馬匹沙田有好成績 這並非連馬斯克爾部署而是馬性使然 另外有一個小秘密 在沙田馬場馬匹配安的地方是面向觀眾 這對不少馬匹情緒問題會造成影響 雖然很多連馬斯知道這個問題 也曾向馬會反映 但目前仍未改善 不知道現在改善了什麼 相反快活谷配安時遠離觀眾 對一些情緒不穩定的馬匹確有幫助 這亦說明某些馬匹只能在快活谷有表現的其中一個原因 原來這樣 不知道現在是否 正因如此 大家經常見到一些狗毛表現的馬 可以再移思另一馬場突然大變身 又重變龍兒 大家也可以利用這一個轉變 找出這些轉場發爛的馬 尤其是側身馬 如經常在沙田沒有表現或臨場很多狀態變化 如他突然移思快活谷 可能有機會來一記神內之筆 有關路程亦要留意 由於兩個馬場直路長短彎位各有差別 在沙田只可以應付較短程的馬匹 移思谷草可以應付較長路程 在我眼中沙田可應付1400米的馬 跑1650絕不嚴長 能應付沙田1800的馬 在快活谷跑2200也有機會 捱到尾 大家自己集低 相反善跑谷草千二在沙田1000米也捱不到尾 這是場地構造問題 在我看來沙田1000米跑法與1650又如何相似 都需要兩口氣才有機會贏 高東尼的糖果之聲一向善跑快活谷 中距離但季尾卻能在1000米爆大難 我認為這場馬並非連馬斯克爾部署 只是兩個跑法非常接近 造就了糖果之聲爆瀾 像上季快活谷便經常出現來當馬玩完的問題 特別是C加三跑道1200及1650 排外當馬基本上輸九成 故此無論騎連載 在這些路程抽到外檔也會打定輸數 這個要留意 這也令到這些路程的內檔馬上名率突高的原因 他的意思就是排了外檔 他的部署是打了一個突 他可能就是收隊了 下一次再播 變了也都間接令到內檔馬上名率有提供 相反沙田C加三跑道卻完全不同 這條跑道無論1200、1600、1800均有利外檔 馬迷亦疑多加留意 最後了 說了這個就唯有再說多說 原來都很長 很多馬迷在馬場只顧眼前賽事 一場賽事跑完後便注意力集中到下一場 其實馬匹在賽後的表現也有參考價值 即是馬匹跑完後 咦?我們真的沒有留意 你有沒有留意呢? 他的意思是回去解安等等 如馬匹跑完然後解安的時候 見到馬匹整隻散了 默默獨獨 表示該馬在陣上拼搏過度 需要有一段較長時間會氣 若在於短期內上陣便要忍受 贏的就由他贏 聽著吧 忍受 贏的就由他 明知道馬有問題 他贏的就由他 反觀如馬匹解安時營建跳跳閘 跑完好像還沒跑過一樣 短期內再外面要留意 即是狀態大勇 即是還可以跑得一場立即 那些FIT到這樣 那就真的要留意 例如薩科日我一隻不甘列馬 及艾倫一隻富猿 雖然分裂一二名 但經過劇鬥後兩匹馬在解安時 軍劍散了 鬥到散了 大家都用盡狗牛而苦之力 可以拼過兩敗驅傷 我相信這兩匹馬需要一段較長時間 優養新色才能完全恢復國內 即使一個暑期也不足夠 聽著真正練馬師說的話 我建議馬主要在十一月以後才開始上陣 這個都是大家量馬的資料 例如是走一圈 走一圈大家很多都是看的 究竟你是否真的懂得看呢 看了是否真的幫助到你 還是我選一隻我覺得漂亮的馬 我喜歡 我就買 然後還有一個要點就是解安的時候 跑完究竟他是用了多少力 神操那一集就要再留待下一次 因為原來都拍了很久 然後還有一集就是平叔的心星 還有他從年以來最難忘的十匹馬 那裡會再整理一些競賽時候的影片 再和大家回顧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是新觀眾 不妨按個訂閱我 支持小弟的頻道 叫做KDESMAGIC 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我是KDES 我可以不在一起 吃比較多的 我可以不在一起 這隻有什麼 我可以不在一起 做KDESMAGIC 小弟的時間 不在一起